回到台湾顾问团 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场 访问的是新党主席郁慕明 那郁主席我们刚刚就要聊到 那到底柯文哲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白色的力量 在野大联盟 要来进军台北市长 而且他几乎已经一脚快跨进去了 目前的支持度是相对是高的 但是要请教老师 请教郁主席是说 好 那现在呢 他喊中华民国是他的底线 他也称赞了蒋经国前总统的政绩 所以他也请了像姚立明 这个所谓的前新党的战友们 去帮他的忙了 所以说其实新党在这边 帮了不少忙吗 可以这样讲吗 新党怎么会帮忙呢 我一再 我说过去人家说新党如何小啊这些 现在奇怪新党还是很有价值 您实现了他的在野大联盟 有蓝色的力量进来 他想借我的新党的名字 其实新党没有 他几个人都是离开新党的 包括姚立明 他有的像我不讲名了 就是有的已经是去亲民党了 代表亲民党选过中正万华 选过大安文山 那怎么是要用新党呢 那照道理 你们包装 你们假如很真实的话 也就是说你是亲民党 到亲民党去了 他就没有新党 因为新党没有人去帮他们 所以他不是在野联盟 那么柯文哲先生说了 他是中华民国是他的底线 这个底线是可以移动 那他又讲了 讲经国赞扬 讲经国这些 但是现在又曝出来了 他又说经国都是可耻的 那么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是一再的在那里包装 要用别的人来表示 他是一个很中性的 很超然的 甚至于是很无辜的 现在大家抬他出来 那么我们要真正的了解 真正的柯文哲 那么我们看这段时间里边 那个连胜文跟柯文哲两个 我站在旁观来看 他们两个是有不同 简单来说 连胜文在选举过程当中 不变 不变 没有太大改变 没有太大改变 他一直包括甚至有的上电视节目 什么的电台 什么 他不会来自己来保护自己 所以有时候他就直话直说 大家说 他说他我要选市长 所以政见为主 他也不去调整 他不变 那柯文哲先生呢 是多变 所以用个名词来讲 这个连胜文是原装货 柯文哲是包装品 现在有包装过 恐怕还是比较美丽 所以比较心意目光 包装当然了 包装你盒子一包装了以后 那么里边呢 就不知道了 我们不知道了 我也不要用形容词来形容了 要打开盒子 打开包装纸 才晓得到底怎么回事 但如果是这样走下去 那就是选上之后 才知道真正的柯文哲 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刚刚讲到 这是郁主席 非常经典的一个形容跟比较 我们就带你来看看 这一段的影片 来看看说 是不是柯文哲很会包装自己呢 但是很多话 从他嘴巴说出来 引发讨论或引发争议之后 他就说一句 吹牛了啦 不好意思我失言了啦 这样子可以pass过去吗 我们先来看看 大家到底怎么在谈叶克莫 我是那个叶克莫的专家 大陆 我以前讲到那些大陆 我也是台上的 去卖叶克莫 去卖那个CC 有的时候说 那个好文句句 好我们特别来看到 就是他一开始讲的第一句话 我常到大陆去卖叶克莫 这是他原文的一个画面 告诉大家 到底他去叶克莫 去大陆18次 是纯粹只在卖叶克莫吗 后来还有器官的问题 都没有在这里做交代 但是其实后来面对 这个最新的画面出来的时候 问了柯文哲 他的回应就是说 我吹牛吹过头了 所以主席 如果想当台湾市长的人 首都啊 首都是非常重要的 连美国在研究 台湾这次选举都说 首都接下来 是要挑战总统大位的人了 这个人非常非常之重要 他们也在密切地观察 他可以常常以后 市政话讲一讲 对不起我吹牛吹过头了 可以接受吗 我想选民可以接受 那我也没责啦 是啊 你讲的也是中肯啦 但是我们来看啦 他说话 结果他说 他吹又吹过头了 过去说错话了 他又说啦 我会改 我会改 对 那么人家现在问他 连战先生说 他的祖父 他说那祖父是 生成我 这不是我的问题啊 什么 他都可以用轻描淡写的 但是显示回避问题的重点 对 所以我这里再要提醒 绿营的朋友们 选民们 你们千万了解 在失言过多的时候 一再失言 等于失控 千万注意的 因为大家自我控制好的人 他觉得 我讲错了 我一定要改 两三次都可以了 可是假设一再失言 就表示他的本性 真性就真情 就是如此 真心就如此 他就是我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选民怎么会 会这么样的热狂呢 你今天要选举的人 你可以去说 艺术界的 艺术界的都是不路流的 那我就要请问艺术界 你们投他票 你们将来就是不路流的人 你怎么会一再失言 表示是非常难于控制的人 这个在领导人来讲 这是个非常大的败笔 绿营的朋友们 选民们应该注意的 选上以后失控 难于控制的时候 那个时候超越蓝绿 是另外一股破坏平衡的势力崛起 在我当时理解主席的讲法 现在在包装之下 其实大家对他还蛮有新鲜感的 那么这个新鲜感 在艺术P形成一个是 所谓的时尚潮流 时尚潮流走下去 他未来会是一个好的市长 目前至少在郁主席的分析下头 提醒大家真的要想清楚 我们先绣一片刻 带我回来继续讨论